学IT 拿高薪就来千锋教育 高品质全程面秀教学 零元入学 两周免费视听 那么现在我们来搭建一下我们的开发环境 那么首先我们需要从它的官网来下载flutter的SDK 那么我们来打开它的官网 那我们现在是以Windows为例 我们来打开这个网页 那么这网页里面有所有的flutter的SDK 里面有很多版本 那么上面是我们这个稳定版 是吧 Stateable 下面是Bit版 那么我们建议大家使用这个稳定版 因为它有很多bug都已经fix掉了 那么Bit版里面有可能有很多bug 是吧 我们避免去浪费时间来去找bug 帮SDK找bug这件事是没有意义的 那么我们可以选择最新的稳定版 比如说我们可以下载这个 是吧 1.5.4 那么我们点击 那么它就会让我们来进行下载 那么现在它就会开始下载了 那么我实际上本地已经下载完了 那么我们来看下载完之后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压缩包 就是一个ZIP压缩包 那么我们现在给它右键解压缩到当前文件夹 那么这里面有它的一些需要运行的一些文件 对吧 那么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最重要的是bin目录里面的可执行文件 那么稍等一下我们就应该就会解压做完事是吧 我们稍等一下 那么bin里面实际上我们要什么呢 我们双击打开 这里面有flutter.bat 那么它就是我们的可执行文件 那么我们的flutter的运行都是基于这个文件来运行的 那么当然除了这种方式之外呢 我们也可以从它的官网里面去下载 是一样的是吧 是一样的 它github里面也是有刚才的sdk这些东西 那么下载完成 解压缩也完成以后 我们要把这个bin目录加载到我们的环境变量里面去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来把它加到我们的环境变量里面 那么环境变量在我的电脑 是吧 然后呢 属性 打开 在这里面有系统高级设置 这时候呢 我们到高级选项卡里面 这最下面有一个叫做环境变量 我们点击环境变量 那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个pass吧 可以看到这个pass 实际上呢 上下有可能都有pass 区别是什么呢 上面的pass 它只是给当前的登录的用户进来使用的 那么下面的这个pass是所有的用户都能用 像我们设定哪个pass里面都可以 设定到哪个pass里面都可以 那么我们设定到上面这个pass 我们在这点击编辑 那么它会出现很多路径 能看到吧 那么我们把刚才我们的这个页面 把我们的这个并目录的路径 靠过来 大家记住我并不是flutter的路径 是不是 并不是flutter的路径 而是flutter下面的这个并目录 因为这里面存着我们的可执行文件 然后我们点击确定 记住并不并这个路径对吧 并这个路径 点击确定 点击确定 确定 那这时候呢 我们应该运行一下检查命令 运行一下叫flutter doctor 它来检查我们的环境 是否都安装完所有必须要有的依赖了 那么我们来启动命令行 我们来启动命令行 在这里面执行cmd 那么在这儿我们要进行flutter 然后doctor flutter doctor 那么这个时候呢 跟大家来说一下 如果说我们敲flutter doctor 它告诉我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 就说明我们刚才的pass没有设定对 环境变量没有设定对 或者是说我们的环境变量设定对了 但是呢 并没有起作用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应该首先先重启一次 因为有可能设定了环境变量 即使设定对了 它也没有加载进来 我们的电脑可能需要重启一次 那么现在我们正在运行这个flutter doctor 它来检查我们的环境 来检查我们的环境 我们需要稍等一下 它现在在windows电脑上 它会去查一下我们的这个安卓环境 对吧 安卓环境 告诉我们这个flutter plug-in not install 看到了吗 也就是说它知道我电脑里面是有安卓studio的 是有安卓studio的 但是呢 它没有找到这个plug-in 没找到plug-in 它也没有找到这个大的plug-in 然后它也发现我这里面有这个开发工具 叫做intidyjidea 当然里面也没有 是吧 那么它也发现我电脑里面有vscode 但是呢 我也没有安装 那么这里面它是找到了我这几个 这几个安装工具 能看到吧 这几个安装工具 那么我们现在只只需要使用安卓studio就ok了 我们应该做的是在安卓studio里面去安装flutter的plug-in 那么下面这些我们也可以去装是吧 也可以去装 但是呢 并不是我们这几个要解决的问题 我们只要装其中一个就ok了 只要装其中一个就ok了 那么我们来安装一下 那么首先我们要打开我们电脑里面 已经安装的安卓studio 那么如果说大家电脑里面没有安卓studio的话 首先需要先安装安卓studio 这是必须要做的是吧 那么我电脑里面已经安装成功安卓studio 我们就直接从安装插件开始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可以打开安卓studio 我这里面有安卓studio 收藏机打开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这里面有file是吧 file这个属性 然后呢file我们进到setting里面 settings 然后找到plug-in 那么在上面我们可以直接搜索plug-in就ok了 plug-ins能看到吧plug-ins 然后呢这里面是不是有search啊 search我们可以在这选flutter 搜索一下 那这能看到flutter long-wage 是吧 那么在这点击install accept 然后他会提示我 如果说你要想装这个的话 他还需要dat是吧 然后yes 然后我们restart一下 重新打开一下我们的这个开发工具 那当然我们是不是应该再运行一遍这个doctor 再运行一遍这个doctor 那这个时候能看到我的安卓studio已经完全ok了 能看到吧 安卓studio已经ok了 那其他的我们也可以去做一下 是吧 比如说vscode vscode 我电脑里面也装了vscode 那么这里面是不是我的plug-in呢 对吧 那么在这儿 我是不是可以选择一下flutter 那在这点击 然后呢也是一样的install 那这样我就安装成功了 那么我们也是给它关闭 然后呢再运行一遍doctor 看一下vscode有没有什么变化 对吧 这样能看到vscode是别ok了 对吧 vscode也ok了 所以说那么大家给大家留个作业是吧 那么如果说你用的是intelgy的话 那当然这个应该是自己能装上的吧 是吧 可以尝试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打开intelgy是吧 我电脑里面也是有的 然后呢把这个flutter的插件给它装上去 那这样就ok了 那么如果说我们将来有天想要升级我们的flutter 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运行flutter 然后upgrade 那么它就会从我们的电脑里面啊 从我们的这个联网之后 然后去更新flutterstk 那么它就会去去更新我们的flutter版本 让我们的flutter一直都保持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状态 那么这个更新我们就不等待了 是吧 那么它这个可能跟我们的网络也是有关系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去创建一下我们的一个页面 是吧 一个应用 我们来看一下如何来编写一个hello world 如何来编写一个hello world 那这个时候我们安卓studio打开 现在在这儿file 然后呢 new new 这儿可能能看到这叫newflutterproject 是吧 我们点击newflutterproject 嗯 那这里面我们可以写 我们要选择flutterapplication 是吧 我们实际上要开发的是一个程序 而不是一个插件 对吧 如果说要开发插件的话 可以选择这个flutterplugin 嗯 我们选择这个application 然后next下一步 那么这是我们的app的名字是吧 那么可以写叫做flutterhello world 嗯 那路径就存到这就ok了对吧 这是它的sdk路径 然后这是我们的项目的工程的名字啊 工程的路径 下一步 嗯 那么这个domain是我们可以认定的 它就是英文字母下滑线 然后点是吧 点这样的形式 那比如说我们可以写一个 叫做千锋点com 然后呢 我们可以sample application是吧 让我们去帮我们创建一个sample 一些粒子代码 然后点击finish 点击finish 好 那么他会问我是不是用当前窗口 还打个新窗口是吧 我们用当前窗口就ok了 嗯 那这样我们这个flutter的这个hello world 项目就出来了 是吧 能看到我们这里面有叫做main.dat 是吧 它是一个dat语言编写的 所以它叫main.dat 嗯 它的位置在lab里面的main.dat 在这儿呢 能看到吧 在这儿呢 这样一个编证语言 是吧 实际上呢 它跟gs是非常像的 是吧 有一些非常像的地方 嗯 那么我们来运行一下 我们来运行一下选择一个device 是吧 我们在这儿没有device 但是我们有一个安卓虚拟机 有安卓虚拟机 那么我们从头开始是吧 我们如何去新建一个我们的安卓虚拟机 从这儿开始 我们点击这个小图标 能看到吧 这个小手机 然后有小机器人的图标 点击它 我们呢 正常情况下 大家电脑里面应该新的安卓studio里面是这样一个空白的这样一个状态 这样的状态 并没有任何虚拟机 那么我可以点击create 是吧 来创建一个新的虚拟机出来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选一个机型 我们可以选任何一个机型都可以是吧 像它都是安卓的电话 是吧 都是安卓的电话 那么我们选默认吧 是吧 pixel 2 pixel 2 这是没有影响的 选哪个都可以 然后呢 我们选择下一步 next 那这里面让我们要选择这个系统的版本 那么这个系统的版本实际上就是安卓系统的版本 我们要在这个虚拟的手机里面安装什么样的安卓系统 那么我们电脑里面只有28这个是吧 只有py这个 那么我们就选它了 安卓9.0嘛 对吧 那如果说你想测7.0的话 可以下这个 可以下别的版本的 点击next 下一步 那这就是给我们的这个虚拟机起个名字 这不用动 然后这选竖屏就ok了 然后我们点击finish 那么它就会帮我们去创建出来一台虚拟的手机 虚拟的手机 那这时候呢 我们在这能看到 我们就可以把这虚拟手机选上 选择我们的虚拟的手机是吧 那么这里面出一些小问题是吧 出一些小问题 虚拟机有一些小问题 我们先运行一下 它还是没有找到这台虚拟的手机 这也很正常 我们先启动一下 先在这个目录里面 列表里面 我们手动启动一下这个虚拟机 试试 它告诉我这台虚拟机已经运行了是吧 那我看一下是不是已经运行了 嗯 在这儿呢 是吧 已经启动起来了 那么等我们这个虚拟的手机完全启动起来之后呢 在这下拉框里面 我们就能看到这台手机了 那刚才它一直爆错是告诉我们 它没有连接到任何手机上 那实际上是因为它正在启动 那么一旦它启动成功之后 下拉框就会出现 对吧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选择这个软啊 这运行的这个图标 点击 那么它就会开始去编译了 这时候开始去进行编译了 那么它开始要下这gradle了 是吧 那么这个gradle实际上就是安卓的这个编 编译的这个组件 是吧 那么它会帮助我们去打包 apk 然后呢 安装到手机里面 最终运行起来 那么我们可以在这稍等一下 看它整个 因为它首先第一次 它需要去下载这个gradle gradle下载完之后 它会进行编译打包 然后呢 通过命令安装到这里面来 那么当然这一切都是自动化的 那我们稍等一下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等待呢 我们看到我们这个程序已经成功启动起来了 那么这个等待的时间呢 往往跟我们的网速是有关系的 因为它需要下载一些gradle的一些文件 那么这个下载的过程呢 如果说网速快的话可能很快就结束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我们不要着急 对吧 不要着急 尤其是我们的网速不快的时候 可以多等一会 那么gradle下载 它只需要下一次就OK了 那么以后再去运行的时候 就不需要有这么漫长的等待了 基本上都是一改 另外一边就出现效果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这里面能看到 是不是叫ready set shop这三个单词 我可以给它改成叫hello world 在这儿我们给它改成hello world hello world 然后我们contrl s保存一下 在这儿能看到它是不是开始什么呀 performing hot reload 它开始自动进行热加载或者叫做热更新 那么我们的这个程序呢 手机程序 马上就变成了hello world这几个字了 是吧 那当然我们可以再放到一个屏幕里面去看一下效果 比如在这儿hello world 是吧 后面再加上一个good job 保存一下 那这里面很快就显示出来了 对吧 热加载的特性是任何一个高级开发框架 都要具备的一个特点 对吧 那如果说我的语言非常好 但是我们开发起来非常不便利 每做一次修改都需要重新去手动刷新 那这样会让我们的这个开发效率大打折扣 所以这个也是它具备的一个非常好的 但是也是最基本的一个特征 那么我们下节课来介绍一下 关于DAT语言的使用 那么到这儿为止 我们整个的开发环境就安装完了 是吧 那如果说出现任何问题呢 我们都可以去flutter的官网 去看一下里面的这个issue 里面会有一些很热心的开发者 为我们提供解答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